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什么工程能够难到中国的基建工程队 但是呢有这样一项工程却让中国的基建工程队十分的头疼 这就是著名的大瑞铁路 不过其实工程队一直都在缓慢而有序的进行着 但是呢这项工程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难题却困扰着工程队 工程队需要在大柱山内开辟一条隧道 而隧道的位置呢是位于火山低震带当中 这也就意味着这附近的地壳非常的活跃 所以开辟速度必然是十分的缓慢 而这条隧道花费了近13年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只开了10公里的隧道 但是耗资呢已经达到了2800亿 前后陆续呢是请了300多个专家 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依然在坚持着 源自于中国人顽强不屈的精神 并且呢这条铁路对于两地来说呢都非常的重要 如果放弃的话 那么这么多年的坚持和努力也就白费了 这也有为于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 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但是呢想要将这天南海北联合纵横起来 必须要倚靠铁路以及其他的道路 这就是中国基建团队所需要做的事情 而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强大 本期就到这儿 期待你的留言和评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